在奧斯卡獎頒獎前夕 好萊塢一代情語不定 星期天中午 由中國民主黨和民主女神 向基金會等海外民運組織主辦的 第一屆中國自由人權奧斯卡獎 在奧斯卡紅地毯外 100公尺左右的好萊塢大道路邊舉行 十多人拿了一條 有如星光大道圖樣的布幅 每一顆心中間十張照片 基金會的成員正存著指出 當天頒發的四座中國自由人權奧斯卡獎 分別由中國民主黨的王君濤 頒發新公民運動講座 由運動在上海的聯絡人華神卿接受 民主女神向基金會的鄭存著 頒發南方街頭運動講座 由運動參與者程秋波接受 支持民運的美國藝術家萊斯利 頒獎給被中國終身監禁的 名聯創辦人王炳章 由前明年主席莫逢傑接受 雕刻家陳文明頒獎 給在中國的獄中詩人朱漁夫 由朱漁夫的妹妹朱小燕接受 莫逢傑受獎後表示 這一座獎超越過他背後的奧斯卡獎 因為他們只是銀幕上的英雄 莫逢傑說 現在還在中國監獄裡的 這個受苦的自由戰士 他們的內心是真正的崇高的 偉大的 高尚的 朱小燕表達了對這個獎項的期待 她說 通過這樣的呼籲這樣的形式 能夠讓國內的那些政治犯 那個就是有所改善那些待遇啊 雕刻家陳維銘是講座的創作者 她說 他們是在監獄裡面所有鐵鏈 他們用自己側層之心 捧出自己的心聲 民主和人權 曾經被指控為六四事件背後的黑手 而被判刑13年的王軍濤從紐約趕來 她表示這個獎也是為了紀念六四25周年 因為受獎人都是在六四之後的黑暗時期 繼續傳遞民主自由火炬的人士 現在已經看到了曙光 王軍濤表示 我就在這個時候我們頒布這個獎 高揚起民主自由的旗幟 告訴當一個舊的制度完結的時候 新的制度其實就是在25年前的 天安門廣場上已經升起來 美國之音記者試圖取得 中國駐洛杉磯總領館的評論 但無人接聽電話也無法留言 和別人記者發現 我們早就放了一陣子 我們早就放了一陣子 えー等一下